大家好 很高兴呢 今天能有机会给大家分享 字节跳动分布式统数据库 基于BRPC的一些实践经验 那首先呢 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叫李磊 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 那目前呢 是任职于字节跳动 从事基础架构的研发工作 那主要关注的方向呢 有分布式图数据库 和分布式KV 那目前呢 也是BRPC的Committer 那今天呢 我将从以下四个方面 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第一块呢 是会先简单介绍一下 BRPC的一些信息 那之后呢 会介绍字节跳动字眼的 分布式图数据库 BetGraph的一些基本信息 那随后呢 会介绍BetGraph 基于BRPC的一些实践 那最后呢 是BetGraph 在使用BRPC过程当中 遇到的一些问题 那首先呢 先对BRPC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BRPC呢 是一个高性能的 C++ RPC框架 它呢 是在14年由百度研发 17年进行开源 18年进入 APA期浮发期 那目前呢 BRPC已经广泛的 在很多厂商都有使用 包括百度 Bilibili 字节跳动 DD 网易 等等公司 那BRPC 它的特性和优势在哪里呢 首先 BRPC 它兼容多种RPC协议 包括我们常见的 GRPC Swift Redis HTTP 等协议 那更重要的是 除了它内置的 支持的协议之外 用户可以很方便的 去自定义 RPC协议 那第二点呢 是BRPC 它的功能 非常的丰富 它支持包括 同步RPC 异步RPC 负载均衡 服务发现 线流 熔断 安全认证 等等各种各样的功能 那除此之外呢 BRPC 它本身也有很多 丰富的周边工具 包括监控 包括 profile工具 包括trace工具 等等 那最重要的呢 BRPC 它的性能 非常的强悍 那这里呢 是BRPC的一个benchmark 左边呢 是BRPC 吞吐的一个测试 那这个测试当中 曲线越高 是越好的 可以看到 BRPC 对比其他的RPC 在占用同样的 CPU的情况 下能达到的吞吐会远远更高 那右边呢 是延迟的一个测试 那它呢 是越靠左边越好 那可以看到 BRPC 对比其他的一些RPC框架 它的延迟稳定性会更好 那这里呢 是BRPC 从一个用户视角来看 它整个框架的一个构成是怎样 那左边呢 那左边呢 是Client视角的一个构成 右边呢 是Zerber端的一个构成 那Client端呢 用户就是通过Channel 来操作发送RPC的 那Channel之下呢 它就会分装有服务发现 负载均衡 以及在下层协议格式的分装 压缩认证等等 最终会通过Socket进行传输 到达服务端 服务端通过反向的一个过程 一层一层向上 最终会到达服务端 自定义的一些业务逻辑当中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在每一层中 都支持一些可拔插的一些 图件 包括支持各种各样的协议 各种各样的压缩策略 安全认证策略等等 那下面呢 我们再简单分享一下 BRPC的一些内部实现 来看为什么BRPC能做到 这么高的一个性能 那首先呢 是BRPC实现了一个 用户太调度的Bithread 那Bithread它的优势是很显而见 它的上下稳切换 对比Bithread是非常快 那另外呢 Bithread它可以以同步的方式来写代码 可以避免异步回掉地域等等一些代码不可维护的问题 第二点呢 BRPC它支持了单连接的网络模式和无锁的网络发送的这个Buffer的队列 那这块怎么理解呢 单连接的网络模式是指客户端能够在一个TCP连接上同时发送多个request 服务端呢收到这些request之后会并发的去做一个处理 并且乱续的做一个反复 那这样它就会引入一个问题 我对于同样一个连接可能会有多个线程去并发的写它 所以BRPC又引入了一个无锁的缓冲队列来将这些request放在这个队列当中 那它的好处能够做到说首先现成同步的开销很小 另外由于多个request可以用一个write的一个系统调用写入 那它syscall的开销也会比较小 那BRPC呢还实现了一个zero copy的一个buffer叫iobuff 它能够减少内存拷贝的一些开销 那当然iobuff它自己内存的分配是现成局部并常分配的 所以它分配的效率也比较高 那另外呢BRPC实现了一个高性能的一个timer timer在RPC的使用场景上是很重要的 因为每一个请求都需要去记住它的超时时间等等 那BRPC呢这样一个高性能的timer 它能够做到O1的时间复杂度插入 O1时间复杂度的取消 另外对于锁针用上也有一些优化 那最后呢timer的线程它是单线程 并且它持有自己唯一持有的一个最小堆 所以它的cache的局部性是很有好 那另外呢BRPC在很多共享对象上使用了对象池的分配模式 那它对比通用的内存分配器来讲 由于这些对象它们的内存会排列在一起 定常去做分配 并且可以线程局部的去做分配 那它的效率一般是要高于通用的内存分配器的 那最后呢是BRPC对于一些共享变量 它的并发控制使用了基于版本和引用技术的方式 那它的好处呢就是对于一个共享对象而言 它有效还是无效那可以通过它的版本号栏去识别和控制 那当然这里其实就会引入一些复杂的生命周期控制的一些问题 那BRPC呢是通过将它托管在上述的对象池上来简化的这样一种操作 那整个这样的一个对象的管理的这个逻辑就会非常的清晰和简单 那上面呢就是BRPC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情况 那下面呢我简单介绍一下BiteGraph的一些基本的情况 帮助大家理解后面的一些实践经验的一些背景 那BiteGraph呢是字节跳动字研的一款分布式的图数据图 它的数据模型呢是有相属性图 它的查询语言呢是Grimling Grimling呢是图数据图当中广泛使用的一种查询图 那它的存储规模呢单极群能够做到百亿顶点万亿鞭子这样一种存储规模 它的吞吐呢最大单极群的吞吐能够做到数千万的QPS 延迟呢在PCT99能够做到几十毫秒左右 当然最后就是它的查询负载 它的负载呢通常情况下是 大部分是轻量级的一些图查询 少量的是重量级的一些图查询 那它的这个查询的特点呢 其实和字节跳动图数据图本身面临的业务场景是有关系的 那首先BiteGraph用在的一个业务场景是 社交网络的用户关系和用户行为的存储 比如说用户A关注用户B 或者用户A点赞视频B等等这样一种场景 那另外一种呢是社交关系的展现 比如说对于一篇文章或者一个视频 可能会有 端上会进行一个展示 我的好友也喜欢了 这个视频 或者我的好友 也读过这篇文章 那第三块呢是推荐系统 那推荐系统会基于社交关系去挖掘 好友或者视频等等的一些推荐 那最后一块呢是知识图谱 那在搜索系统当中 会做一些实体的挖掘 或者知识库问答的一些推荐等等 都会用到图数据库 那下面再介绍一下BiteGraph它的一个架构 以及帮助大家理解一下BRPC所处的一个位置 那BiteGraph本身呢是一个三层的一个架构 它最上层呢是图的一个查询层 它的主要的功能呢是接收客户端发来的 Grimlin的查询语言 并对它解析生成语法术 最终转化为查询计划 并对这个查询计划做优化 最终会执行这个查询计划 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查询引擎 那除此之外呢图分区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那图的查询层会做一些图 各种各样图分区的一些策略 那第二层呢是图的一个存储层 存储层它所负责的呢 第一块是图的一个内存表示 以及它访问的一些并发控制 那第二点呢是它的一些内存管理 第三块呢是一些索引的一些工作 那第四块呢是分布式事物的一些智能 第三层呢是一个分布式的一个kv store 那它主要呢是做图数据的一个持久化 所以整个bytegraph的架构呢 也是一个计算存储分离的一个架构 它的整个架构是非常灵活 那在此之上呢 我们的查询查询层是使用构语言来编写 那我们的存储层呢 就是gs这一层呢是使用c++来编写 所以我们在图的存储这一层 使用了brpc来作为exerver 那下面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 bytegraph基于brpc的一些实践 那首先呢我们对bytegraph做了整体的一个重构 将bytegraph整个线程模型基于了brpc的bthread模型 那bytegraph内部是有非常多的线程的 包括rpc处理线程 一些并发处理逻辑的一些线程 以及后台的一些flash swap等等一些内部逻辑所用到的一些后台线程 都基于了bthread 那相应的呢 bytegraph内部的一些数据结构 就要基于bthread所提供的同步原语 butex 当然基于butex 本身brpc分装了非常好用的mutex 和condition variable这样的一些同步原语 那bytegraph本身的线程间同步也是基于它们之上 那我们为什么要使用bthread 首先对比于pthread来讲 bthread它是用户态调度 所以它会有更好的性能 那它对比异部回调呢 它的写代码方式是同步的写代码方式 所以它的可维护性会更好 那它对比斜程来讲 那它会有更好的一个可拓展性 当然bthread也有它本身的一些问题 它主要的问题我认为呢 是它的生态目前还没有那么的完善 那首先在改造为bthread之后 面临第一个问题就是 怎么去排查bthread的问题 那典型的场景 比如说有几个bthread它可能死锁了 那它锁在什么地方呢 那比如有些thread 它可能正在wait 那它在等待什么呢 或者监控显示 目前系统创建了大量的bthread 那它是从哪里创建的呢 这些问题的来源在于 我们现有的GDP的一些观测工具 只能看到bthread这一层的一些情况 那bthread是用户太调度了 那如果它没有在bthread上正在运行的过程中 那现有的GDP是很难抓到它的上下文 那我们就开发了GDP bthread的stack这样一个工具 那它基本基于的核心这样一个原理是 bthread它本身是有原数据信息的 这些原数据信息会被存储在对象池当中 那通过扫描对象池就能够拿到这些原数据信息 再通过erpc本身基于version的一个 原本的一个控制 那就可以拿到这些meta的version 去判断它是否是一个有效的原数据 拿到有效bthread的原数据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它的站 并且从它的站当中 拿到它的一些关键的寄存器信息 通过这些关键寄存器信息 设置到GDP当中 那我们就可以让GDP来去看到这个bthread 它的一个站的一个回数 那这里有一个例子 这里是一个echo程序 它的一个例子 那通过GDP bthread的stack 首先能够列出它当前有哪些bthread 以及它的入口函数是什么 那假设此时我想看到第三个bthread 它的一个对战情况 那通过相应的命令 就可以将整个站切换至第三个bthread当中 并且能够把它的站完整的打印出来 那这个第三个bthread 它是正在sleeping的一个bthread 那通过之前的工具是没有办法看到 只有GDP bthread的stack可以拿到 那这样一个GDP插件呢 我们也已经贡献给了社区 大家在最新的版本上就能够用到 那另外呢 这个工具它支持多个关键的命令 那首先第一个bthread begin呢 是做一个扫描 就是去扫描对象时拿到有效的bthread 那bthread list呢 是把刚才扫描到的bthread列出来 那第三块呢 是对这个bthread的战争做一个切换 能够让当前的GDP去切换到 对应的bthread上 那此时呢 会对寄存器的值做一个修改 那最后呢 bthreadend是退出bthread模式 这一步呢 会恢复寄存器的状态 好 那另一块呢 使用bthread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呢 是bthread的阻塞调用的问题 在bthread当中 调用阻塞pthread的函数 它的代价是很高的 那所以有一些第三方库 如果有bthread的阻塞调用的话 是需要专门来关注一下 那有一些做法呢 包括比如可能可以分装一些原语 将这些bthread的阻塞调用 投递到一个线程池当中去运行 并且将当前的bthread做一个挂起 那我们是实现了类似的一个future 那当然有些client可能它是阻塞的 那可以比如说切换到brpc的实现 或者说使用brpc去做一个重新的实现 那上面呢是基于bthread的一些改造工作 那这一块呢 是我们对于网络模型上的一些实践 那我们使用的是swift的一个协议 原始之前的一个连接模型 那是线程池的连接模型 它的特点呢是一个请求 就会独占一条tcp的连接 那它带来哪些问题呢 就是客户端不同的请求 就会占用不同的连接 那么同一个客户端和同一个服务端 之间就会建立大量的连接 那如果客户端增多的情况下 服务端对于fd的一个管理的代价是很高的 那另外呢 当网络发生抖动的时候 上游client可能会断开连接并进行重建 那此时可能会有大量的新建连接操作 将服务端这个连接接收这一块 成为一个瓶颈 甚至可能会陷入到一个血泵的状态 那本身每一个请求都使用单独一条连接 在系统调用的占用上也会非常的高 那所以呢 我们就借鉴brpc默认协议百度std的一些做法 那使用了单连接这样一种模型 单连接的模型刚才也有介绍 就是在同一个tcp连接上 可以同时发送多个request 服务端呢 可以乱去返回它 那在我们的场景下呢 首先bytegraph的存储层 使用了brpc swift server 它自身已经支持了单连接的模式 当然brpc swift client目前还不支持 那我们的查询层呢 是使用了go的一个swift的客户端 那它是我们对它做了一些改造 那改造之后呢 能够支持到swift的单连接这样一个模式 在swift之上呢 我们还有一些其他实践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kvstore支持了hbase 那我们使用brpc去做一个hbase的一个客户端 那有一些特定的一些功能 那之前brpc是不支持的 我们在brpc上做了一些改造 那第三块呢 是neuma的一个部署 neuma呢 现在很多新的一些服务器都是neuma架构 而brpc呢 目前还没有对neuma做一些特殊的一些设计 它的很多组件是全局的 那bytegraph的存储层呢 它本身也是很重依赖那种 它的仿存 对于remote这种memory的仿存 它的代价是比较高的 那所以呢 我们是对这样的一个场景下 做了一个neuma的绑定 那通常情况下 neuma绑定呢 能够带来大概30%左右的一个性能吸收 那另外一个问题呢 是在服务端编程中常见的一个问题 我如何去查询一个慢查询 就慢查询的通常的做法都是说加一些买点 那brpc呢是已经提供了一些买点工具 rpcz 那通过在代码中进行买点之后 在rpcz通过一个查询就可以看到每一个链路当中它的耗时是多久 那另外呢怎样去查询一些偶发的慢查询呢 rpcz它支持了一些查询的过滤器 可以基于一些条件去做查询 比如说我只想看到耗时100毫秒以上的rpc的一个trace 那以上呢是bygraf的一些实践了 那下面呢是bygraf在使用brpc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是typecity-foo这个是个什么问题呢是系统可能在某些coner case情况下它会换住 并且日志一直在刷rq或remoteq它的容量满了 本身呢brpc给的默认的这个容量其实是很大的 正常情况下是不太应该会被打满的 那某些某些什么情况会被打满呢 一种情况是cpu它的复载顺时突然到达一个很高的状态 持续相当于进入一个雪崩的一样这样一种状态 导致了整个brpc陷入了这个胖住的一种状态 它是不可自行恢复的 那通过设置一个max concurrency这样一个限流的一种预值能够有效的避免这种情况 那第二种呢是可能本身业务逻辑上有一些不符合预期的行为导致将brpc的worker击塞 包括比如说可能调用了很多的阻塞调用 或者可能业务代码中会有一些pthread级别的一些死索 那另外一个问题呢是brpc提供了一些同步原语 其中有条件变量 条件变量有一种api呢是可以给定一个超时参数 在这个超时时间内去做一个wait如果超时之后它也会被唤醒 但当前呢brpc的这个waitfall呢 它在某些corner case下可能会导致永远不会被唤醒 那有一些绕过的一些办法 比如说可以给定一个更大的一个超时时间 比如说几十毫秒或者甚至上秒 那另外呢比如说可以用wait来代替waitfall 或者使用usleep在某些场景等等 当然这些只是一些绕过的一些办法 那第三块呢是bthread创建所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bthread在创建的时候 是默认会唤醒brpc的worker现成的 它会执行这样一个动作 那由于我们内部呢是重度依赖了bthread 所以可能在某些场景会创建大量的bthread 那在这个地方可能就会成为一个瓶颈 那解决的办法呢其实也很简单 可以在创建bthread的时候 给定一个no signal这样一个参数 那它就不会再去执行一个唤醒的动作 那什么时候去唤醒呢 可以当我创建了大量bthread之后 去调用bthreadflush这样一个API 它会一次性的去做一个唤醒 这样就能有效的降低这一块的开销 那另外一块呢是bthreadlocal 这样一个背景其实也是因为大量依赖了bthread 如一我们也依赖了bthreadlocal的语义 bthreadlocal的语义呢它和bthreadlocal是有一些微弱的区别 所以在使用上需要有一些注意的地方 否则可能会有潜在的内存泄露的风险 那其实呢这个要注意的点也很简单 就是在调用setspecific之前呢 每一次都调用一下getspecific 详细的这个背景呢 大家可以参考医术当中的进入数 那最后一块呢是peeproof peeproof其实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工具 用来做profile cpu profile 那bygraf目前依然呢也有很多场景还在用 当然它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peeproof它是基于gperf tools中的cpu profile了 所以呢 它在linux系统下 它的默认模式会有些问题 它可能会导致采样有偏 这个具体的背景呢 大家也可以参考这个Commit 另外一个呢是对于大内存的应用而言 brpc本身内置的peeproof service 它的一些lazy初始化的一些机制 可能会导致有抖动 那它的解决方法呢也很简单 就是把这些lazy初始化的过程 提前在服务启动的时候就可以了 那以上呢就是我想分享的全部内容 那在最后呢想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字节跳动我们这边团队的一些工作 那首先呢我们团队是负责了字节跳动所有的图的系统 那它会包括分布式的图数据库 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的 那第二块呢是分布式的图分析引擎 也叫图计算引擎 它呢会从事一些全图迭代式的一些计算 那第三块呢是图神经网络系统 我们也有一些探索 那大家可以参考这样链接当中的一些介绍 那第二大块呢是分布式强一致的一个 KVALUE的一个STORE 它基于RAFT去实现了一个强一致的一个读写语义 这是十多行的分布式事物 它是Runch分区能够自动去做一个分类和合并的 那也有一些公开的信息可以看到它的一些背景 那上面的这些系统呢都是基于BRPC来构建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所有想要分享的内容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那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对我们感兴趣的呢 可以联系我 这里呢有我的微信二维码和我的邮箱 大家都可以通过这样联系方式来联系到我 好谢谢大家 我的分享到此结束 我说到你的读写写 去读写给你 吧 我现在开始登门